字幕志明 吳志明就說政府不是無能,是刁民無良 這也有一部份是 好像昨天有一位很大的政棍 叫做Mr.Ho Con Yew Ho Con Yew Mr.Ho Con Yew 這個人很厲害,他分享了洞房的封面 洞房的封面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香港市民要去霧宇檢測 又冷又濕,很慘啊 很淒慘啊,很淒慘的遭遇 是呀,他分享了這張圖 數百人為求檢測寒風冷雨下排隊 網民嘆慘過黑米 玩殘市民,洞房的配置就是這樣 然後又說,又冷又下雨,沒事都會變有事 這個我們也說過了 之前,又冷又下雨,沒事都會變有事 我們之前說過會有人拿這些東西來玩的 我們預計的黃友是 啊,回覆你的機器,原來是何君堯 原來是他 以及洞房,一樣 因為你如果聽回我們之前的抗疫環節 你就會知道我們的黃友朋友都是這樣說的 就說,哎呀,又冷又下雨,排那麼久啊 沒事都變有事啦,是不是? 這個可惡到不得了 還不是同一一樣的 其實有人說,有沒有看別人罵那些局長 其實我是不建議別人現在在這個時間罵的 我也不會罵 有些人說,你不罵就是盲撐 好坦白說 罵了他們會做得好一點 好坦白說,我們建議的事情 如果政府做了,今天沒那麼瘋狂的 坦白說,我們經常說好像廣州那樣搞國際健康疫站 說了很久的 2021年 即2020年開始搞一些 我們已經說了 香港要學的 香港要學的 沒有做嗎?政府沒有做 我們現在還在罵特區政府,狂罵的 說特區政府不聽我們說,所以才搞到一鑊抱 沒有這樣 有什麼意義?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事實上真的是在隔離酒店發生的 事實上只有我們說隔離酒店才是大風險 我們是說了的 但是有什麼辦法? 我也告訴大家,沒有辦法 政府做不到,有它的限制 我們的建議,政府不一定聽到,也是事實 所以沒有辦法的 有時候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沒有做到就是沒有做到 現在你繼續為一些做不到的 或者沒有做到的,狂罵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其實抗疫是人人都有份 我們說了很多次,每人走多一步 是不是? 還有,當然有些人有切膚之痛 家人入院的時候很難受 我也要說說 這個有什麼辦法? 就算你的家人是打齊針 他有沒有聽政府的勸喻? 政府勸喻了不要拜年 不要亂出街 不要群聚 不要去拜神 不要吃連夜飯 在搞一大堆人聚 有沒有聽政府說? 很明顯根本就沒有 其實現在這一波疫情 就是失控的市民造成的 根本 張竹君醫生說過很多次 我們看到很多連夜飯群組 還有拜年群組 還有拜神群組 叫了你們不要去 然後現在就出來罵 為什麼? 不是強制 你成年人還要強制嗎? 叫了你不要 你就是要去做 那就自己拿來壞 現在影響了整個社會 這個何君堯 當然是壞到不得了 空威斯也突破了盲腸 我本來也想這樣說 不過你先說了 你先放在那裡 韓風下排隊就對了 國內人 冰天雪地都是排隊 你學國內嘛 為什麼不學呢? 沒有下雪 我告訴你 其實你看抖音就會知道 西陵市民說中排隊做核酸檢測 網友都說誰說兆豐年 希望來年人間皆安 2月18號 北京高溫天候突然降暴雨 這個應該不是這個月的 但是也試過 市民排隊核酸檢測 北京的暴雨是很厲害的 我現在也看過別人的截圖 嘩 北京的暴雨 是隨時會水浸的 我告訴你 很厲害的 我經歷過一次 我去北京應該是 18 不知18還是17年 忘記了 18還是17年忘記了 去到酒店第二天 我只想出去買個早點吃客 出去的時候什麼事都沒有 在買包子的店舖門口 就熊熊的聲音下雨 然後我是要放水才回到 結果我那次帶了一雙鞋去 沒有鞋穿 扶他 都濕了 到我離開那天 那雙鞋都是濕的 糟糕 真的 糟糕到這樣 你說多糟糕 其實 其他地方都是這樣的 都是 下雨 人是防水的 你的三副鞋物不防水 人其實是防水的 排隊又如何呢 是啊 他們說要全民強檢的 他一直鼓吹全民強檢的人 衰革就是衰革在 如果全民強檢的話 老實說 不行 要保天才做 不要浪費天才做 全民強檢的隊伍還要搶 對不對 是不是 更多人要強檢 是不是 現在強檢真的 有些密切接觸者 糟糕了才要強檢 對不對 修圈說 我就是不想用酒店的風筒來吹鞋 人家用來吹頭 用來吹鞋怎麼行呢 是不是 是啊 我的做法就是 我的做法就是用我的襪子 放在那裡吸了幾天 都不乾 多糟糕 因為我好像去三天 多糟糕 所以他說不學內地 其實說真的 香港最應該學內地的 就是大家去配合政府做事 其實香港人的配合度 一直都不夠高 提升一些公民意識 失去了公民意識 要重拾 是啊 是啊 Annie峰就說 巴籍丈夫 零號病人 在潛伏期已經去過很多地方 造成了很多隱形鏈 這次是很長手尾 他們現在就有人罵 如果他有追蹤功能就可以了 安心出行 有實名制 有追蹤功能就可以了 就可以找到了 好像 他是沒有用的 安心出行 有實名制就是會用 都不用了 再不用了 這麼吹嗎 傻了 你們這些傢伙 我手機也不戴 憤怒的 你們破壞到社會是怎樣的 政府一拿安心出行出來 你就說這件事有漏洞 很多事情不行 又說沒有實名制 因為其實澳門的健康碼 是有實名制的 但是最厲害的 都不是攻擊有沒有實名制 他們就說 為什麼沒有追蹤功能 經常都是這樣問 其實澳門的健康碼 都沒有追蹤功能 是澳門都沒有 都是靠大家去到哪裡 去到哪裡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這樣說 其實內地有很多東西是有配套的 比較容易一些 因為內地手機支付比較盛陷一些 還有電話實名制就一定了 就是電話號碼 你根本不是實名 根本就不會有的 好了 全部東西都綁定在電話號碼 銀行戶口 又是其他東西 全部都綁定在電話號碼上 好了 如果所有東西都綁定在電話號碼上 你當然是容易做 但是香港不會是 即是香港 即是說真的 那些人經常換電話 我自己剩下一些朋友 剩下的就是二十年都沒有換過電話的人 誰二十年都沒有換過電話 這麼厲害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大人電話號碼沒有換過 但有很多人 五六年一年就換一次 五六年就換一次 那些朋友 當然有些會找回我 但是有些根本 一換電話就 好像之前認識的那些朋友 其實就沒有完全一樣 其實就是 是這樣的 有些人喜歡開一個新的朋友圈 會不會這樣呢 我又不知道 我又不知道 很坦白地這樣說 其實小柴就是我省錢 不用去 不是我那次要去開會 結果是說著腳 說了幾天 真是多慘 真是 想起都慘 之後我學精了 之後試過一次之後 我在北京一定會戴雨具 水鞋就不會戴 但是雨具一定會戴 即是夏天的時候 好 還有 Torrus F就說 零號病人去葵宗村撿垃圾的時候 怎麼會有數碼 有追蹤功能都滯後 他在葵宗村那裡的時候 如果用內地那種追蹤 他都分不到他去哪一層 他只會知道他在葵宗村出現過 他不會知道他去了哪一棟樓 哪一棟樓可能會知道 但是哪一層他肯定不知道 即是如果就算有追蹤功能的話 其實很難搞的 香港根本沒有那些條件 那些人在說 那些政棍在立 其實 你自己不如拿出一個可行的方案 是吧 即是他說 實名制就是可行 還有就是 另外就是說 有追蹤功能就是可行 內地也可行 但是內地可行是因為內地有其他條件 是滿足了 香港有些條件是未滿足到的 那你要 香港學內地 你要滿足了內地的條件才行 那第一件事 我告訴大家 就是議員 不要再四百多萬 五百多萬人工一年 那些議員 全部呢 就減到千五元人民幣 再加一年 就有六千元職效 是一年 有六千元職效 你做得好 就給你六千元職效 做得不好 六千元也沒有 這是第一樣要學內地的了 如果你們那些人經常都要講學內地 那收權量就說 是他傳染給這些清潔公司發度那麼大 其實沒辦法的 這次是Omicron 那個BA.2 是很難搞的事 是很難搞的 那Jimmy Leo就說 澳門這麼小 大小等於 香港一兩個區 人有少十倍 一出市 全城追蹤和強制核酸都沒有難度 是啊 但是香港不同 還有香港的社會 政府一向都是管得很少的 其實是 什麼叫大市場小政府 所以這個是很愚蠢的 那些人在這裡狂鬧 Freder Wong就說 有十名制的人不刺 有什麼用呢 其實是 是啊 現在他們不是說 你這樣說 那就是要追蹤功能 好了 如果你要追蹤功能 追蹤功能 不要開手機 有些人 其實有些人 你是看得到 香港根本 現在是隱性對抗的 其實是 你自己根本都知道 其實說出來的那些政棍都知道 有人在隱性對抗 什麼叫隱性對抗 就是 如果特區政府 做一些政策出來 他不喜歡 他就 倒轉做 他就 摩後腿 有些人就擺明對抗 現在那些建制派 擺明對抗 那些政策 政府 拿什麼政策出來 都說 這個不行 那個不行 就是舉個例子 之前 安心出行要多些地方用 他們就說這樣很擾民 又很擔心一些基層 突然之間 你說什麼 其實說真的 特區政府 已經很遲 叫別人去哪裏 我們一早就叫別人 開好了自己手機的追蹤行蹤功能 讓幫忙追蹤密切接觸者的人 工作容易一些 現在不是的 你看看你們那些人 最初有疫情 又說政府太嚴格 要開回美容院 健身院 什麼什麼的議員 又說 政府抗疫 只是大件事 但是 不應該不理經濟 2020年的時候是這樣 接著疫情反覆 政府抗疫無能 好了 之後試過禁堂食 其實現在 禁堂食是有幫助的 但是 政府已經不太敢做 已經 我告訴大家 因為之前試過一件事 就吵得很厲害 還有一些基層的問題 就是基層 突然之間 就有很多人關心他們 其實之前 沒有什麼人關心基層的 也沒有什麼人關心地盤工人 說一禁堂食之後 我們其實那時候也有節目說過 突然之間 個個都很關心地盤佬的 其實平時 是突然的 其實一向 如果大家一起坐在堂食 旁邊坐的地盤佬 有些女人 我已經見過了 有些女人 因為我有時候都會 在香港看別人的地盤佬 摸著鼻子 又等等 說你臭 那些事情 突然之間又這麼關心 為什麼 坦白說 不要這麼偽善 政府做這些禁堂食的措施 就是之前 我不是說現在 之前做禁堂食的措施 根本就是為了那個病毒 不要傳播得那麼厲害 因為你始終會脫口罩 嘴嘴嘴在那裡吃東西 這個是本來 一個比較高風險的行為 很多地方 疫情厲害的時候 都是不准堂食的 新加坡也是不准的 內地也是不准的 如果疫情厲害的時候 好了 你們那些人又說要學內地 當禁堂食的東西出來 又在罵一鍋厲害 你是不是也罵 那特區政府 被你罵死吧 你們用了兩年多的時間 不斷說 是不是 是不是很可惡 學朋友 香港搞得那麼快 根本沒有任何一個人猜到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 根本猜不到政府勸喻之後 新年期間的出行 竟然是正常的七成 你想想 有多少人是不聽政府說的 還有 還有一件事 在今年 2022年1月的時候 剛剛開始在香港 Omicron的時候 已經有些中了招的人說 自己很小事 輕症而已 沒事的 然後動防就報 政府現在搞這麼多 抗疫防疫設施 浪費氣 根本就是擾民 這樣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空偉師最厲害 失望是車工廟 你不要這麼說 空偉師現在的人就說 為什麼政府 不禁了車工廟 搞到車工廟會惹到病毒回來 喂 大哥 坦白說 勸了你不要去拜神 不聽 那有什麼辦法 空偉師就說 對車工廟 黃大師廟 我也是很失望 但是 沒辦法 他們根本現在正在做一件事 是要收林鄭皮 他們根本是這樣的 那 那 Torrus F說 香港大部分人 認為還是沒事 一家大小 繼續出門 買菜 繼續兩夫妻一起去 你說香港有什麼可能 封城禁足 當政府撒行 全港封城禁足 但是只要每一座大廈 有一個人死 都禁足後 繼續出街 都不知道怎麼抓他 然後其他人有樣 學樣照出街 警隊就只有三萬人 之前試過的 維鋒強檢 我們有影片給大家看過 特地脫開口罩 嘻嘻嘻嘻嘻 這樣 阿姐 對不對 香港是有很多人 是不配合的 其實 說真的 這些政棍 專門拿一些政策出來 就告訴別人 可以了 信我就行了 是政府不做的 信他經常都死 然後我們在說 不行的 現在是做不到的 望向編輯 吃屎啦 他們是不是都是這樣說的 什麼政策都說不行的 他們的主婦現在是這樣傳的 但是你想想 不是那麼按摩吧 Ricky就說 是啊 是啊 為社會好的 應該幫助解說所有制約 都是為市民好 不是左挑右插一下 唱反調 香港的政棍2020年開始已經是這樣的 2019年已經有一大堆人在那裡 2019年他們年尾已經轉陣了 你知道嗎 他已經說 2019年其實到了後期的時候 黃藍已經是一堂 堂涯一氣 堂涯一氣 2020年就 隨便炒一些議題來罪人 他也是這樣的 他什麼都罪人的 我們就沒有玩這些東西 其實是不合數的 不應該的 好了 星星有新聞部 作為商場的議員 很多人逛街 不同地域 有不同的情況 我只能夠這麼說 在香港現在 我有些網友 九龍灣得福那裡 根本是死場一樣 其他地方就沒有這麼說了 那麼 Namamito有人說 張醫生已經預警 政府為什麼不早預備 病房間的地方 好 我現在告訴你為什麼 有些網友報料 就是他做救傷車 做急救的人員 就是跳躍生命線裡面 好像馬德忠 那麼有型的人 好了 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 很多時候叫救傷車的人 什麼病徵都沒有 只是確診了楊勝 就叫救傷車 載他去醫院 一開始就是這樣 因為其實 這個政府是有脫漏的 有些事情 我的看法就是 政府有些事情 是沒有想過 詳盡的應對計劃 這是事實來的 這個 有些部門的協調 不是百分百理想 那你說 不是百分百理想 你這樣說 直接是不理想 直接是納得不堪 有些人是這樣說的 但是 真是坦白說 你看看 香港有些人 是怎樣玩的 你就會知道 在前線的人員 就會知道 他們 看到他沒有病徵 沒有病徵 你照車去急症室 他就說他自己 身體不舒服 那裡不妥 其實可以量度數字 你這條辛苦那裡不妥 你量度數字 好像沒有什麼 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那你就送了他 其實有很多這些人 根據救護車的人的 不正式統計 因為他自己看到的事情 就是 八成的人都是這樣 現在用救傷車服務的人 八成的人去到急症室是沒有症狀的 其實嚴格來說是沒有症狀 也不會說有呼吸不暢的問題 是有八成的人 狼症狀 叫什麼救傷車 他們是這樣的 他們是這樣的 浪費資源 他們是這樣的 所以 有什麼辦法 有什麼辦法 資源會崩潰 你是不是都要去做 但是當然 你說政府的訊息清楚不清楚 當然不清楚 因為政府最初想著 那些私家醫生會幫忙 不是的 那些私家醫生 就 檢測也不做 說有傷風感冒病症 不要進來 不要碰我 就像蔡堅那些 出來說 那就糟了 政府是糟了 但是這是看到政府什麼都控制不了 有很多事情 私家醫生都控制不了 哈哈哈哈 是不是 私家醫生 只是出來 收益的時候 就說政府多給三千元 讓我們幫人打針 什麼什麼什麼 那些 是不是 哈哈哈哈 哈哈 就是這樣 就算政府預算了 天天爆幾千宗 政府怎麼可能 短期內 準備到這麼多床位 現在政府 全速興建 一兩萬個隔離單位 最快都一個月 你猜過內建築團隊超人嗎 中國速度 不是可以三五七天搞定 這間醫院 那些人現在在說 早十天就可以了 如果何君堯說全民強檢的時候 做了就沒事了 其實就是早十天而已 你說是否真的可以 當然不行 他們說那些話 不可能做到 不可能做到 他們說那些話 衰到曲街 好了 還有就是 Theresa雷說 輸了區議院改 建制和樹葉太黨 跟黃友做法 亂插政府 就是 他們 不斷挑撥仇恨 挑動仇恨去爭林鄭 因為本身的社會 已經有一班人爭林鄭 再挑動就容易 他們是順勢而為的 他們 我們就是蠢 我們就 做逆行者 人家說沒有智慧 沒有智慧 有智慧不如趁勢 當然是趁勢 趁勢也趁勢 趁勢 趁勢 趁勢也趁勢 趁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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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午有說 因為下午 四方果又出了一段很棒的影片 我們稍後跟大家分享 我們要聲音處理一下它 因為本來想今晚播放的 剛剛收到一個網友寄給我們 然後不行 那段影片 他的聲音太難聽了 要修正一下 特別處理 特別處理 說話就不會改變他所說的字眼 但是會特別處理一下聲音 因為他說的聲音實在太難聽了 沒有辦法 聽到也想吐 真的 看到平面方角 三尖八角 本來是平面方角 然後改到三尖八角 他真是很厲害 無論如何 我們不會出樣子嚇到大家 待會再講一講 正向下午茶的可能性 好了 咪咪Lady 硬件和人手短缺 不可能短時間解決 有些人說 疫情都兩年了 為什麼不行 坦白說 就算你有評估 你最壞的情況 都不會估到像今天那樣 好像Omicron B.A.2 這個高速傳播的程度 嚇死你 其實是 還有 現在香港的情況 你根本都知道 有一大群人 是不配合特區政府做事的 是不配合的 你們現在 坦白說 有些人 我不是刻心說的 有些人 我們提了你們 要打針 你還要說 我們教別人打毒針 有些人 在我們即時直播的通訊留言區 之前在罵我們 有幾個人 說我們教別人打毒針 什麼什麼什麼 接著 我們禁止了之後 就做了幾個戶口 在我們下面留言 就說 我們教別人打毒針 什麼什麼 2021年 整年都是這樣 被人抹黑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些人要離開 根本是預料的 是預料的 是預料的 是啊 死開一點 這樣也說得出來 是啊 那 Judy Kye Lee 太好了 不出樣好一點 昨天文薇已經嚇到過 那條影片很棒 那條影片啊 有些網友 沒看過 我們不如重播一條影片 好嗎 重播一次 這個很棒 Judy Kye Lee 你說沒看過 先讓你看一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棒啊 這個 啊 那有個叫張先生 來騷擾 讓我按一下他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現在 立刻開一個 不要騷擾人 張先生 大家是成年人 是啊 不要做這麼無謂的事情 是啊 大哥仔 你在騷擾人 那我就沒辦法了 不要這樣 是啊 是啊 Mandy Lung就說 我寧願做逆行者 都不做哈巴狗啊 起碼逆行者是人 哈巴狗是戰狗 連自我都沒有 姚美黑連 他們 成了一輩子 他們一群都是這樣 沒有辦法 哈哈哈哈 是啊 好了 我們重溫一下吧 好嗎 哈哈 好啊 同時我們現在面對很大的困難 或者我們暫時看不到出路 但是我們都絕對不可以放棄屈服 我們中國人 是不可以輸的 你的演技收皮啦 小哥 幫我搞一搞去 根據俄國的戲劇理論大師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說法 應該是由外到內 再到外 那你現在再試一下做一次 我認為面對現在的疫情 我們除了要齊心抗疫 亦都要決心抗疫 好了很多了 那是不是整個表演立體了很多 你再試一次來看看 多一點 多一點 其實我們香港的市民 說得上是全世界最合作的好公民來的 無論政府推出任何的抗疫政策 我們市民都非常配合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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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再等我幫幫你 我們中國人 是不可以輸的 你看清楚 你認住表情 記住感覺 記住感覺 認住啊 記住啊 聽到嗎 我們中國人 是不可以輸的 不要輪子 哈哈 不要輪子 其實你要聽清楚 他們是抗疫的 抗疫 是啊 他是說抗疫的 他不是說 是啊 他是擴大過疫情的 不是抗疫的 是抗疫 所以你看到 就是 這幫人為什麼用了這麼多 時間和資源去 搞這麼多拖政府後腿的事情 就是他們要抗疫 他們要抗疫 沒有辦法的 哈哈哈哈 現在要訓練一下 因為他這幫人成了一輩子 遲早 香港是他作主的 是啊 做特首的 是啊 是啊 哈哈 是不是大個王 我也害怕